如果问疫情对人类有什么好处,我想唯一想到的好处就是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力和物力去投入关于疫苗或者免疫系统的研究 因为太平盛世的时候很难找那么多人参与研究 也很难找资金去做这些研究 但是疫情就令到这方面的研究发展的速度增加了很多 我很相信疫情过了之后,我们对于这些免疫系统的知识会增加很多 可以在医治疾病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其中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免疫系统比我们想象中更加聪明 今天就和大家稍微谈一谈这方面 其实最近也有一连串的研究结果出炉 就是说,无论是天然感染,或者注射了疫苗之后 至少6个月的时间内,身体所产生对抗新冠病毒的保护能力相当不错 大家都知道免疫保护有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抗体 另一方面是免疫细胞负责 我说的是6个月之内,不是保护效果只有6个月 很多人误会了 因为研究只是集中在6个月之内的保护能力剩下多少 所以资料只有6个月 其实实情是刚刚相反的 因为大家研究的数据显示 其实抗体,比如说天然感染之后也好 或者你打了疫苗也好 抗体升高了之后是会慢慢降低的 半年之内你都看到降低的倾向很明显的 但它不是跌到零的 我们发觉过了6个月之后 它有少少就开始打横行 都会维持一定的保护力 不过抗体就没有刚刚感染之后 或者刚刚打针之后那么高 而细胞方面的免疫 即是T细胞、T细胞、B细胞 记忆细胞的免疫保护 天然感染或打针之后6个月 仍然都相当强劲 以我们认识其他疾病或其他研究数据显示 如果细胞的免疫反应 6个月之后仍然保持在这个水平 通常就是代表这些保护 可以维持一段长时间 通常都以连计 有人就会讨论 现在这么多人打了针都感染Delta 根本就说大话 即是说以新冠病毒来说 预防无症状感染、轻微感染、双方感冒的病症 似乎主要是靠身体的抗体来保护 阻止病毒引起无症状感染或轻症 而重症呢 就是防止肺炎 防止入医院那些 主要是靠细胞的免疫系统 去防止重症发展出来的 我刚才说过 无论天然感染也好 或者你打了疫苗也好 抗体升高之后 是慢慢会降低的 所以它降低到一定的地步 抗体主要是负责阻挡 没有症状的感染 或者轻微病症的感染 所以说当抗体降低的时候 一些传染力零射高 可以在呼吸系统 大量复制 快速复制的病毒 譬如Delta病毒 就开始阻挡不了 即是说Delta病毒都仍然可以感染 感染过之前新冠病毒的人 或者打了疫苗的人 不过它只能引起一些轻症 没有症状感染 或者有些伤风感冒那种 因为重症的预防 是很靠细胞免疫的 我们看到的数据 6个月之后 细胞免疫仍然相当强劲 无论你打了针也好 天然感染也好 细胞免疫系统对你的保护 是相当强劲 相当长久的 所以即使Delta病毒 或者可能将来 会产生的新面种病毒 对于打了针的你 或者天然感染过的你 它要再感染你 而产生重症 机会是相当低的 这个亦都跟现实 我们看到的数据 是吻合的 打了针或天然感染的人 可能都会感染Delta 但重症都处于少数 另一个大家常常会问的问题 就是既然Delta 都出现了这么久 那为什么 现在又说要打第三针 又说要打加强劑 的话 为什么不弄一针 就是专是针对Delta 病毒的新的疫苗 出来打呢 那就会更加有针对性 又说现在的RNA疫苗 很快做到出来 应该做到不难 真的有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出来的 因为Moderna 就是其中一种RNA疫苗 它真的做过一些研究 它不是针对Delta 它是针对Beta 即是南非初初发现那种变种病毒 它做过研究 就是Moderna疫苗打两针 打完两针之后 隔一段时间 就打第三针加强劑 就是说一组人 就打加强劑的时候 就打普通的Moderna针 做加强劑 另一组人就是打这个新特别做出来 专是针对Beta病毒的Moderna疫苗 之后就看一看两组人身体产生的抗体 对付Beta变种病毒 以及其他好几种现在 令到我们很困扰的变种病毒 看看哪个强点的 结果就发现两组人 无论你是打Moderna 原本的针做加强劑 或者就打特别针对Beta病毒的新的Moderna疫苗 做加强劑 两者之后能够中和那些麻烦的变种病毒 包括Beta和其他的变种病毒 的能力都升高了 升高的程度 两者之间就不是说差得很远的 即是说无论你打加强劑的时候 你是打原本那个疫苗 还是你特意做一个新的疫苗 针对新的变种病毒 之后的结果 对于打了针的人 增加了保护能力 其实是差不多的 换句话说 没有必要特意做新的疫苗 来针对新病毒 大家都知道疫苗 是基于某一种新冠病毒 来做蓝本研发出来的 如果是天然感染的话 天然感染病毒 也是其中一种病毒 可能是Alpha也好 Beta也好 Delta也好 无论是天然感染 或者我们打了疫苗 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 对这些刺激 产生的保护反应 就并不会是单一的一个反应 意思是 不会只是针对入侵那种病毒来做反应 也不会因为疫苗是基于 Beta病毒来做蓝本的 打针之后就只能够对付Beta的反应 因为在我们人类进化过程里面 我们的基因里面 已经有一种记忆 就知道这些病毒其实是会变种的 所以身体去做一个免疫反应出来的时候 它不会只是做一个单一反应 它会做一男子的反应 就说如果将来这个病毒变种的话 都能够对付到的 所以无论是天然感染也好 你打针也好 身体产生的反应 就除了可以对付你入侵那种病毒之外 它是会产生一男子的反应 或者抗体 是可以对付比如Delta Gamma 其他的变种病毒 或者将来会产生的变种病毒 将来就算病毒继续变种 这个免疫反应 都仍然可以防止到新的病毒感染了我们 产生重症 有点像大家上网 一些人工智能 你经常搜寻那些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弹一些东西出来 叫你看看 你可能又喜欢看这个 你可能喜欢这个 你可能喜欢这个 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人工智能都做到 其实我们的身体 要比AI更加聪明得多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